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住正义 加油 居住正义 加油 立委 加油 加油 是這樣的 我們目前裡面 相同問題的大概有一百多戶 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 中游一直要我們翻籤 但是我們今天來最大的訴求就是 希望能夠得到居住正義 我再強調意思是居住正義 那麼這個居住正義也是我們劉立委顯權 他一直強調的 他也一向都很主張居住正義 那所謂居住正義 他在這個選情的時候 在跟我們講的時候就說 你看看哈 那個 我們的高官 中央的高官 我們曾經有很多福建 但是這些福建都針對高官 我們基層的幾乎都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看那個眷村 他們 有福建條例 那個 建改條例 所以他們 即使那個 我所了解 軍二代都可以進去 可是我們沒有 那軍人當然是保家衛國 可是我們是負責這個 整個台灣 經濟起飛跟發展的中任 我的同事 跟我一樣同事 基層主管也有為我們 衝遊間區的 所以我們也負責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責任 那麼 所以 我們覺得 在居住正義上面 他講 我們受到委屈 那 劉立委的政見 也是在朝這方向在努力 所以我們今天來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請劉立委能夠 協助我們 像中油公司 這個 爭取這項居住正義 他 政見裡面寫得很清楚 就是希望在這個 把這個 希望中油能夠啟動 這個都市更新計畫 然後把 舊有的宿舍區 能夠 把它改建成為 安居樂業宅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安居樂業宅 那麼 這個安居樂業宅 他是說 可以拿來 這個 不但可以容納 舊有的這個員工 宿舍裡面的員工 還可以容納這個 新的居民 這是他的政見裡面 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他一向很主張 這個居住正義 這個也是我們覺得 我們說到 居住不正義的地方 今天這是我們 最希望得到的 另外 我要補充一點就是說 外界很可能認為 我們跟一般的公務員一樣 其實我們不一樣 我們 雖然有公務員生物 可是 我們並沒有公務員的任何待遇 比如說 子女的交易補助會 我們沒有 比如說 公務員的18%優惠 我們沒有 比如說 公務員的這個 這個優惠的月推後 我們通通沒有 所以外界有一些誤會 我們必須要在這邊 做一些澄清 對 但是我們向中有 就是說你們向中有 本來的 某公司這邊 向公司這邊來反應的時候 他們的回憶是怎麼樣 他是 依法處理 這樣子 所以他們很冷漠的 就依法處理 對 但是因為 你剛剛提到 就是說 包括希望說 爭取所謂的這個 就是這個 安居樂業宅 然後去開發做杜根 這個可能一時半刻 也沒有辦法處理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希望 劉立委這個 能夠出來 協助我們 你至少在這個 520之前 你要 比照這個 行政院 跟這個 立法院的運作模式 對於這個 這個重大議題 或者有爭議 像這麼大爭議的議題 以暫緩實施 我想這個東西 應該可以辦得到 暫緩實施 然後等520新的 團隊上來 執政以後 那麼他就比較有 充裕的時間 朝居住 爭議這個方向 去發展 這是我們 非常想要得到的東西 重要是國營 國營事業 他宿舍一定有一些 宿舍管理辦法 你說那個 之前有一些 福建是怎樣 就是 還有這個 我們在我們這個 宿舍區旁邊 有一個叫 舉光新村 也有一些福建 福建就是福島 福島新建 對對對 那最大的福建 最大的福建 就是 就在我們那個 宿舍區的 另外一塊宿舍區 就是 有建了一個 325的 我們稱他 我們常常說 簡稱他325 其實他的 整個名稱叫做 國光新村 這整個有325 總共有325 國光新村 對 我們這些 這個也是福建的內容 對 那個是最大的福建一筆 你們現在住的是 就是 所有錢的是中油的 對 那你們沒有付任何的費用嗎 有 這個水電 水電我們要支付 然後 還有一些 清潔費 清潔費是按照 等級不一樣 但他們有收房租嗎 他那個 他就不稱為房租 他也不敢調成為房租 他正會清潔費用 清潔費用 所以你們退休還是可以繼續住就對了 他的規定是 他的規定當然 他有規定他只能住幾個月這樣子 我們 當然我們 我們現在目前是超過 但是這個東西我就講過 就是我們要求的區區正義 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同樣是國營事業 你那個 台唐 還有中鋼 他們就不斷的福建 那如果他 同樣中國公司 如果你當初也是不斷的福建 我們在退休之前 我們就退休 我們自然就會 就會離開嘛 根本就不會有這種爭議存在 不是嗎 所以我們 遭受很多不正義的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你這樣的造成 這樣你了解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 變成這樣的爭議 事實上其來有之 為什麼同樣國營事業他們 台唐啊 中鋼人家做得很好 我們為什麼不行 因為這些高官只為他們高官小小 高官福建完以後 底下就不管了 以前都沒有做過福建嗎 有啊 我剛才講過啊 中東街啦 許光新村 還有國光 國光住宰是 國光新村是最大一筆 三百二十戶啊 你說是中東街 中東啊 他現在不做這個福建工作嗎 很久就不做了 那個時候民國八十六年 民國八十六年 經濟部還曾經核准 核准中油一個福建案 結果中油應該拖拖拉拉不做 結果拖了好像兩年多 結果被取消掉 那一戶 那一次好像核准的是五百多戶喔 我記得沒有說是五百三十二嗎 結果因為中油不做為 結果被取消掉 對不對 那你當初如果做得好 把他五百三十二戶蓋好 他如果情況很好 說不定後面繼續蓋 那我們今天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存在 所以你們現在居住的這個算是宿舍 就員工宿舍就對了 其實就是說 退休了你就必須離開就對了 對 但是我們今天因為 我們遭受到居宿上的不正義 所以啊 劉立委一向主張這個居宿的正義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來請他協助 所以你們也是希望說能夠先帝改建這樣子 先帝度更 對對對 就像劉立委在這裡講的嘛 那我們舊友宿舍區 隔一怪地出來 把它改正成安居樂業宅 這是他的政見 安居樂業宅 那這樣的一個政見的話 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一定頒 我們軍隊部說想要把它拒絕長處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道理 這樣你瞭解 是 那現在中油有限期 然後反轉 他現在已經啟動這個司法強制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 大概從頭開始 我們是不是可以針對 說到居住不正義 就是我剛才講了嘛 第一個 如果中油能夠像台塘 像中鋼一樣 他們積極的福建 一批員工來做福建的話 一批再一批福建 那我們的員工到了退休之前 通通都有房子可以住了 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正義存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 中油不是沒有福建 他福建很多批 比如說中東街 比如說舉光新村 比如說國光新村 325 這些都是有 325很大 結果我們現在後面的就沒有了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民國86年經濟部曾經核准 中油有一個福建案 這個福建案 公共還蠻大的 500多戶 但是因為中油的不作為 一直拖拖拉拉 好像拖了兩年多 結果被取消掉了 你想想看 當初如果500多戶蓋起來 如果辦得好 繼續辦的話 我們今天這些問題通通不存在 這樣了解沒有 我們不知道 是我在辦桌 裡面的人偷 說哪有這個 主要是這樣 因為我這禮拜五 我有看到 那個中油的 那個公共的 那個 處長 我說 是不是那個中油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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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來給大家 再開一個盒 再開 再開 也是沒有結果 他說乾脆我們 他們本來有一個那個小組長 就是他們的執行長這樣小組 那個小組這禮拜 就開開 用開開的結果 才有一個輪廓 有一個輪廓 有一個輪廓的時候 中油就會派高層來 辦個擴大合約 一起達通 這樣 這就是今天不講話 不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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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我們是在進行中 不是沒有在進行 可是我很頭痛 可是 你們這個是長久 長久基案 對不對 大家都不是說 沒有在做 擺明了 好像就說 我們沒有在做這樣不好 對 真的是這樣 你這個動作就是擺明 我們沒有在做 這也請你能夠亮解 沒差 要撲到要死 離我保護結果 都是沒有 因為我們 2、2、3、2 已經有9個人 可以趕出去 我來這邊 我們那個 服務術到現在 一個多月來 最頭痛就是 你們最近 接見了 還有見錯的 平常還有 一堆人家服務案件 那個我們還好 因為這不是做成年 成年老案 成年老案 你說黃昭順 二十幾年 他還是 他還是搞 現在還是這樣 我們很積極要再處理 不然不然 你剛才這麼討論 這樣就很不意思 那個 請你務必亮解 而且也沒有通知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說 今生機仔 有個要來 要來 這不 這不 這不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請你務必要亮解我們 就是說 2、2、3號 我知道你們有一個比較急的 就是3月10號好像有 一定要來執行 後面還有一堆 我也是禮拜五之後就是和總公司那邊 可是我們得到的消息都說 我們都肯定是在幫忙 我們都知道 2、2、3號 是九個被趕走的 三一又一批 三一又一批 我們馬上都來了 我知道 我們也知道是無分之 我們的祝福大家 全部人心煌 我們 我們問了半天 所得到的消息都說 有有有 甚至有人說 沒有 有這些人要可以犧牲 我們得到消息是這樣 我們可以說 自己撿兩筆 對啊 我們都了解 可以說 我們每天很老近 去見別人 真的有在做 真的有在做 真的有 我知道有在做 就請你無非要這樣 就是說 我們得到消息之後 你這一批就要被犧牲 所以我們實在沒辦法 不得不今天要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留意 我們能夠直接這樣 我們被 通知說你們被犧牲 我們被犧牲 說我們被犧牲 已經很公平 所以你們這一批已經來不及了 沒有用 我們被犧牲 這話沒講過 然後 他又在戰戰 慢慢適合追 但是 這個東西 我們也是有前 醫師 要來幫這些 但是 現在 這個禮拜 就是他們小組在開會 開完以後才有一個結論 有一個結論 每次都這樣開 他這邊 別人開後 就把資料 上來來出去 都不可以 好 他是這樣告訴我們 好我們 只能 相信他 給我來 小心 你都對 加油 你都對 加油 進者思議 加油 到現在 都是為了他們 他們 那個 建村的 還有忠有宿舍的 都很盡心在處理這件事 但是這 不是成年老案 好 而且 而且 我們 這邊還有 以前的 黃委員 黃委員 處理20幾天 這個 不是一天兩天的 確實我們 最陣子 都有在 和忠有總公司 那裡 有結束 上個禮拜 也和 楊市長 還有 還有忠有總監 也有談過 但是 這不是 一下子 結果 那我也有在禮拜五 反正 那個 中有總公司 他們說 如果是 如果是要大家 要來開會 開會 吵吵鬧鬧鬧 又沒有結婚 不是辦嗎 所以說 希望 他們 那個 連儂場這邊的 這個 針對 這次 中有訴訟 他有一個小組 小組開會以後 這個禮拜有一個結論出來 那才請他們 總共事 一個道成 下來 還有一個擴大 所以 他想不到他們 也沒有通知 今天就來了 就這樣了 他們說 要反應給我們委員 你知道委員 其實 從土到土 非常清楚 雙胖 只不過是今天 我剛才問說 這個是屬於 紅男的 紅男是 直臉的 我們 比較積極處理 另外一塊叫做 那個 嚴公 他們現在說 我們委員說 你們都沒有來找我 找也不這種找法 找的話 應該是你 會長 和委員也有時間 這樣才對 所以說 他們今天來講 就覺得 不恰大 對 委員的態度 當然就站在 這個宿舍 宿舍這邊的 但是 你這個 因為當初 當初 他們都和 中友有簽 有簽那個契約 等於是65歲 退休了 給你三個月的時間 找黃子們 如果三個月過了 那個還有公正的 那個中友都全部移送 移送的話 因為我們法院的那些 那些 檢察官 數據官 他們也有其他案子 所以執行起來就是 本主他執行幾乎的樣子 現在有些人可能是 過幾天 每次被通知到時候 他要來執行 緊張啊 緊張就 就 就這樣來 事情就是這樣來 加油 居住在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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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